咱们记得病医生韩龙愁 本身是一般瓦科医生 为了让大家经过重视 本口消化丁丁的健康 这天来到麻豆大丁 里关怀古典进行上关注的演讲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会比 比那个太晚发现治疗 又像痔疮这样子 如果比较早发现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用比较 保守的方式去处理 其实不只是针对老人家 就是年轻人只要发现说 大边有血 然后觉得不太像痔疮的出血 最后还是让医师检查一下 会比较安全 常有工作的中部的人情客气地室 都感觉受悉悶悶 医生在工作当中 也推荐得中各籍的素材 希望中部的透过健康的食物 要出得中营养素 我们今天是有咖喱基米病 的韩医师来说外科 是因为我们小区的外教先导 让我们小区长者有健康 健康的医疗观念 含地色 尽管我们小医生的身体健康 可以随着长者 可以长岁百年 头过江泽的古板 含书阿公阿嬷的健康地色 当然也让大家尽用 便宜的医疗主编 修好自己的健康 咱们来算马刀彩虹蜂蜂蜡